第六点 我们要学习什么呢 学习感动 你们看电影电视的时候 很多的比我离合的那些故事 你会感动刘安瑞吗 你见到别人的好人好事 你会不欢喜吗 还是很欢喜很感动啊 人有个力感性 不容易感动 比方说看到那个跌了一跤 感觉哎呀跌通了没有 他看到哎呀一个云波峭 很欢喜 那个跌到了那里欢喜干什么呢 他就是没有感动的心 我们看到人家得到好处幸福 我们也很欢喜 看到人家做好人好事 我们也很感动 我们因为感动啊 这就是一个爱心 这就是一个菩萨菩提醒的 我自己本身一生即生你的这个岁月啊 就想到哎杜错人的事情 语言 那我感动 那怎么办呢 我也要努力 我一定也有想法 要给别人感动 所以 所以 经别人感动 别人的好人好说我感动 自教自己 不会嫉妒啦 不会这个心灾落后啦 自己在人格上 会有成长 会有进步 感觉到自己要给人感动 对于能力啊 勤劳啊 牺牲啊 奉献啊 也就是自己的这个修行道德在成长 所以人后人相互感动啊 都要彼此学习的呀 不少的青年人就问我 他说为什么我每次听到樊背啊 怂景啊 唱那个《纳摩公司尹菩萨》啊 他说我觉得流泪啊 哎 我说很好啊 这感动啊 表示你有复兴啊 你有复兴啊 假如没有复兴 没有复兴 这什么东西都不会感动啊 比如说隐妖意 说不感动 什么好事 他都 对着如如不动 除了感动啊 我也再想到 从生长以来 这个宇宙之间 世界上所有的四龙共商 人等 都跟我寄远呢 比方说我要买面包 烧饼油条 买酱油 买豆腐 去做饭店 去做几层区 他们都跟我寄远了 那要怎么样包担呢 对着 我也要跟人寄远了 所以这个思想之上最美好的就是说 我跟你寄远 你跟我寄远 对着彼此是原 寄远没有 有缘才能生长 对着 有缘请你来享会啊 无缘 对命不相逢啊 像我们大家 过去不需要在什么时候 在佛事啊 哪一位主持的亲密 必定我们寄过甚远 所以我们今天在红侃基督国呢 能聚会 这个隐闻不可思议的一样 什么隐缘 好多感动 什么感动 都可以寄远 所以因此 休息感动啊 这也是提升我们人生的神华 进步了 好多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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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感动